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現在 時間表會稍為改變了 對於聽眾來說 你應該留意不到有甚麼特別的分別 但是我們會再在 香港時間的晚上 再 補錄當日比較 緊貼的新聞 所以呢 我們會有更加多 在晚上才出的節目 所以大家就留意了 因為我們早前 通常是由早上到下午就正在出節目 現在 將時間稍為改一點 將會由香港時間晚上 接近黃昏 一直就出到晚上 可能出到11點 到12點也有機會 還有節目會出 所以大家就留意了 我知道香港很多人都比較夜遊 所以呢 所以 就是可以 繼續 晚上看到我們update的新聞 例如今節 我就是 香港時間晚上9點多就開始說的 所以這個 緊貼當日的時間 我們 早前 晚上的時間 不夠緊貼的 所以現在就是補充這部分 所以大家留意了 所以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是否在11點多 應該是因為是要有節目出 所以大家就留一會 晚上的時間多一點 另一個事項 就是關於直播節目的 有人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在1357發揮 答案 不是的 因為 1357是第一個星期 因為我們隔天 你去到星期日 那天做不做 那天不做 然後是星期二 所以那星期就會變成246 然後呢 然後又回到禮拜一 其實是單循環的 大家記得 也許這個schedule不是最好 不過我們再 運行一輪 再看情況 再作修訂 這一節要揭露國家級機密 不是機密來的 不過 就是國家級認證 國家級 出來說話 真的嚇死你 和 過去兩年來 又或者過去這兩個多月以來 香港港共政府說的話 完全 一點也不吻合 完全相反 甚至乎是完全矛盾 換句話說 過去 這段時間 做的所有事情 基本上 完全全 就是穩困 得個吉 完全沒有用的 當然我們不是全盤 接受 中共說的話 中共專家下來 我們現在在笑的部分 以及 說的部分就是他們的矛盾 他們說的版本的矛盾 我們 當然不會覺得 衛建委說的話 是金科玉律 中共說的話當然是錯誤 但是最精彩的地方 是他們說的版本 跟港共政府說的版本 完全不相同 換句話說 這個不是防疫問題 這個是權鬥的問題 他們現在 就是內地專家 VS港共專家 內地官員 VS港共官員 這就是他們現在正在進行的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主頻道就快突破40萬了 因為早前正在用後備頻道 用星期二日報播放 所以訂閱 沒有增長 現在又到了39萬9千多 應該有望突破40萬了 希望大家就繼續努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 請大家運用以下三種模式支持本台 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再參與我們的直播節目 大家留意 剛才所說 我們是 隔天做 如果剛剛那個星期日做完 之後應該是星期二就開始再做 然後那個星期就 然後那個星期就變成星期一了 所以大家請留意 是隔天隔天 請大家支持一下直播節目 也可以在直播節目的時候 交月費 還有就是運用免費模式 這個始終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 記得一定要做這部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打開我們沒有黃標的節目 努力 很簡單 播放欣賞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很簡單 播放欣賞 無限碌大法 手動點擊 已經足夠了 所以請大家就加油了 好 國家出來又說話了 這次嚇死你 30萬個陽性 只有9個是真的 還有沒有再低一點 按照這個說法就糟糕了 其實那些全部不是 不是武漢肺炎 其他那幾十萬人 30萬人裏面只有9個是真的 陽性 只有9個是患者 為什麼港共政府公佈千多人 死於武漢肺炎 真是奇怪 其實那些不關事的 屠色死掉下樓 冷死餓死 全部撥下去 做 武漢肺炎 當然我們 當然不會覺得 衛建委說的話都是真實的 但是港共說的話怎會又是真實呢 如果你全面否定 國家衛建委講的話 中共出講的沒有具真 為什麼你會接受 港共公佈的數字呢 港共是比較真 不可以這麼說 他一定是散改的數字 他一定是虛報的 問題是 香港 做假數字的時候 程序比較多 不過這個也是根據過去 以前的香港你去估計而已 現在是不是這樣 你也不知道 你不可能一邊否定 中共說話 你一邊就接受港共說話 這樣就更離譜了 即是你接受地方官 地方共幹 講的東西 更多於接受中央 所以 這個正好講的 國家港的版本為什麼你不接受呢 如果按照 國家衛健委的港版本 根本沒有人死於武漢肺炎 最多只有九個 因為幾十萬確診 只有九個是真的 那就好笑了 沒有人死於武漢肺炎 百分比就很低了 那就剩下三萬分之一 那你接不接受 國家衛健委的港版本呢 如果你不接受 你就要解釋為什麼 接受林鄭月娥港共政府的版本就不接受 國家衛健委的版本 跟著你不能不接受 因為 跟著就是國家衛健委 接管香港的防疫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 那現在是不是要接受 港共和國家衛健委公佈的新數字呢 你就會發現你接受和不接受 都是有極大極大的問題 產生 進一步講講 他那個最新的公佈 再跟大家說回剛才的話題 他最新的公佈 說 要有新的 診療方案 他就說各地都是出現Omicron的變種患者 全部都是以母症狀 以及教卿症狀為主 這個我們昨天也說了一部分 就是關於他不需要接受太多治療 但是同時就說如果你允許民眾 自行 做這個抗原檢測 就出現了問題 他說叫他們 不要亂自己做抗原檢測 要做就做核酸檢測 即是PCR test 上個星期五 由上個星期五開始 內地就給內地的民眾 自己做抗原檢測 國家衛健委 副主任李甘明 在發佈會上說 抗原檢測 應用在高風險 高流行率 聚集性感染的人群裏面檢測 一般人就叫你不要亂做 他說什麼呢 他說 在使用敏感性85% 特異性97% 的抗原試劑盒裏面 去到一個1000萬人口的城市 做這個檢測的時候 就會得到以下的結論 就是30萬個陽性 只有9個是真敵 也就是說 絕大部分都是假陽性 當然 檢測是陰性的結果 這是可靠的 好了 說完就嚇死人了 即是 現在在香港 叫人們自己檢測做快測 然後 測到出來 全部說中招了 然後 港共很高興 不斷跟你說有很多人死於武漢肺炎 然後 衛健委 出來 一巴巴車下去 告訴你 你們也是假陽性來的 只有9個而已 30萬人入面 現在 香港根據公佈的數字 50萬 加上去吧 加上去也不是很多而已 加上去 60% 即是9個加多60% 那是多少個 即是加多6個 即是15個人是陽性 即是 按照這個說法 當然啦 我們不同意 按照這個說法 最多只有15個人死於武漢肺炎 at most 所以 荒謬又再呈現 那你怎樣呢 以後到底 這個衛健委公佈的數字信還是不信呢 這樣防疫法 其實是不是已經等於清零呢 30萬人入面只有9個才是真的 那就不用測啦 300萬人入面也只有90宗而已 我們終於知道 為甚麼國內 確診數字那麼低 清零成功啦 就快越來越近啦 無敵的政策 一早都說了 幾個月之前都說了 也不止半年之前都說了 這個就是國內的清零方法啦 請問你香港怎麼學呢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告訴你那些假陽性嘛 那就清零了 30萬人只有9個是真的嘛 捉了9個人出來就解決了 剩下的29萬 29萬多全部都是假的 我認為按照 假如這個 衛健委的防疫方法 繼續在香港進行 不出兩個月 香港就會清零了 看著來 假如按照這個標準 很快就搞定 很快 很快就徹底共存了 共存完之後 無論你怎麼死都跟武漢肺炎無關 現在倒轉做 之前打針死的就跟你說 完全跟打針無關 現在新方法 無論是 無論是怎樣釘也好 都跟武漢肺炎無關 立即清零 又令到 一眾藍絲 藍絲KOL又試炒車了 他們 轉完一個彎 撞完牆 轉頭又一個急彎 又再撞牆 怎麼算好呢 情何以堪 這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裏